來看新伯市郵林峰市郵的案件 占對十字一間郵林峰 也突出有小孩減量益上 大伯室林低減數 暫時他沒有作結案 另外在本宮的部分 有家長是指已經過過多月了 頭問的減減都還沒結果 新伯低減數今天也表示說 五月份開始就差減三十來的核心 也已經算得到十九減減了 這幾天應該就會有結果 他讓人家盡情出動 為車都入去採檢 因為新伯市十字摸一個郵林峰 有學生小孩的郵件減減好情緒不正常 才贏去市郵的方法 經過市民低減數困難調查後 認定專案沒有間接到犯罪 他沒有罪遵見 昨天事件很快要一試的高效率的 證明完全沒有這回事 那板橋幼兒園事件 新伯低減我相信應該很快就會有一個答案 板橋某一個郵林峰一樣出現 伺候的情緒 有學生小孩家長感覺很奇怪 事情發生到現在一個月了 頭某的減減也沒有結果 心裡感覺沒那麼多安心 大概是已經快五十天了吧 就是剛才的工作 我還在想在院外去 但是院外需要這麼久嗎 我們就是一個問號 第一批送了12位幼童的毛髮 第二批送了24個 近期這個報告就會出來了 將在第一個時間就會跟社會大眾公布 新伯低減室說 白症有30來的家長提出故事 少年三團九安說明 從五月開始 也留下採染30來的 學生小孩的頭某 送調查去檢驗 白症是以最速限來處理 一定這幾天就會有結果 只要報告一個出來 都會在第一時間公布 這次的衛藥事件 能夠趕快的落幕 那還給我們幼教界的一個 親近的學習環境 這才是我們所有的 親師生的福氣 專欄因為政議不斷 甚至也變成政敵江峰的議題 不過對秦叔來說 感到希望真相可以趕緊查出來 記者綜合報導